目前刘大姐和朱大哥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刘大姐也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自己儿子的问题 多大岁是不是 三十七 岁太小了 你不坑人家吗 你老天你又怎么干的 你是不是坑孩子了 咱们能帮咱们帮一点 能复在家复在家 说能多着咱多拿点 说能少咱少帮点 是不是 那你是这么干的 那你是干的多年多年 给孩子拿一千块钱去 那孩子 你这是不是正常 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咱们说多拿同样带来 如果真正孩子说不干啥了 那我这三伙儿也得去看看 你说孩子你这能了是不是 咱得说这件事 咱们别转眼 那有人说痛惜你 我可不承认 我咋 人家活着手都有良性高好 你得把这个事摆平 你得说你 那他的孩子你说简单来到一起的 那不就像个儿的孩子 这说为班姐好像有点点心 你别发誓 班姐个别不容易 这个事你要是若这样 但是我跟你说我更加 要好好对 你跟啥也别说 我跟您说 我是最我心里是最远的 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看的时候 我坐下就远就哭了 他不见这些 所以这一方面嘛 我挺感激的 也挺好的 在刘大姐看来 朱大哥的同情达理 让他看到了彼此的可能 那不知道朱大哥对刘大姐 还在照顾前夫这方面 会不会介意呢 还有一方面啥 我家害他爸爸得脑出血 脑出血就是我俩是 08年离的婚 他是14年得的病 所以有病找我儿子 我儿子上班 我儿子还没得病 完了我儿子找着我 完了我去伺候他爸 他很正常 照着潜伏啥的 咱以后这音频还是不错的 有些事咱以后说还可以 总觉得小猫小狗吧 咱都给看病 都给处理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火炎 不管怎么就是说 感情分裂的话呢 这还有孩子 对对对 是不是 人家看孩子 所以就这么 我就来送他爸 他以后能说有这种心情呢 证明他离完婚以后 这种心情能照顾你的 那就以后照顾他也没想起 你得这么考虑 在朱大哥眼里 他最看重的是刘大姐的人品 他最希望的 也是彼此能够互相关爱 互相扶持 可刘大姐现在依然和前夫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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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 I will run, run away, I don't have to plan it I can go, change my fate, you won't understand it All alone, that's okay, people like it, stand them They don't want me to change, keep me where I'm standing I don't want to be where I am I want something more, take a chance 还是刘大姐每天回去照顾父子俩 朱大哥这边都不介意 在两人都表明心意后 朱大哥更是主动的拿起手机 给刘大姐拍起了照 得丑,拍现在丑了 老丑了,老丑了 谁说的 我说的 我瞅你不手气行呗 我瞅你不,我瞅你不瞅就行啊 你得上单位的显示器 找着老爸呢 那当然是 你瞅瞅,朱大哥越来越主动了 这不啊,给刘大姐拍完照后 他立刻让红娘给他和刘大姐 来一张亲密合影 行 你瞅瞅,这俩人在一起照相的画面 真是羡慕到了红娘啊 朱大哥更是主动提出要买点水果 去看望刘大姐的儿子 顺便也认认门 在前往刘大姐家的路上 朱大哥也一直握着刘大姐的手 也希望两人能一直这样幸福地牵手走下去